7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书莫 双双呼吁副总统彭斯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 让美国总统川普下台 不过美国媒体财新内幕7号报导 彭斯反对援引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将川普总统免职 路透社报导 佩洛西和舒默都表示若彭斯没有援引第25修正案 不会因转开弹劾程序将川普免职 目前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 佩洛西将在8号召开党内会议 试图在13天之内弹劾川普 如果启动弹劾程序 这将是川普任内第二次面对弹劾 另外在联席会议上 勇于发声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贺鲁兹和霍利 也被极左派的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扣利兹要求请辞 对此克鲁兹回应 新唐人亚海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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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